为了方便听不懂广东话的朋友呢 我就特别再拍另拍一个视频 让大家知道 本来嘛我就先想先推出那个炒股班的 后来我上网看看那个教占卦的课程 就有很大的感触 所以呢我就把这个炒股进读班往后退 先推出这个占卜入门的进读班 国内的朋友呢 一讲六窑他们都非常清楚 香港呢一般都讲那个文王卦或者是占卜 六窑比较陌生 所以呢我就再突出这个普通话的视频 要是第一次看我这个视频的朋友呢 你可以我现在放了五十多个视频上那个YouTube 你们可以有空的话呢 有兴趣的话可以看我以前的YouTube 有那个普制那个就是说用普通话讲的 月的这是广东话讲的 所以呢我推出这个呢 要是有兴趣的朋友你往前看就知道很多的资料的 我推出那个主要是一种历史的使命感 为什么我这样子说呢 那这个就是我的基文 大家你有空你就可以看看 那这个是女主先是给我的鼓励勉励 要我去发扬那个义谱特别是第二次呢 第一次呢就说我应成一家之见是也 然后呢第二次呢 这就是说松后未见发扬 均以激励是也 因为自从赵雍推出那个没法义励之后呢 再没有人在那个衣服方面有什么革新或者新的方法 那个也和老人也是站在瓜里方面 刘伯温的王金车也是在瓜里方面 但是我在那个起瓜方面呢 比那个赵雍的没法艺术呢 更简单更方便 所以呢女主先是通过基文 我去福基只要是问那个学术社的问题 不是扣问生活上的问题 所以呢她女主先是就明确的说 叫我去发扬光大 所以我就是本着这个使命感呢 就不断的推出那个视频 还有那个开办那个科长 那这个基文呢 就是说我扣问女主先是有没有神 我们张瓜林彦是不是有神仙的 她是说 焉得无天地三财与神明主其是在故也 所以呢女主先是就说 德国林准当然是有神明主理的呢 要是你不相信那我也拿你没办法 对吧 所以呢 刚才已经说了 有兴趣的朋友呢 你可以看我 往前看我的有很多写的普制那个就是普通话讲的 你就可以听得明白 所以呢我就特别为那个普通话听不懂广东话的朋友呢 我就在放这个视频 这个是我推我开这个 我这个 站划入门进毒班 就是讲六爺啦 国内做 那这个就是网上的淘宝网 我们的资料 大家可以看 我这个自学书呢 就卖广广广州 96 那个是淘宝的资料 这个炒股书呢 是香港呢 168 他们卖这个价钱 那这个呢 就是我推出这个六窑站课程的 所以呢 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留意 地点呢 就是在佐敦 九龙的佐敦 那个地铁站就是佐敦 在玉华国货公司出门 鞋对面 相当方便的 交通方便的 那这个就是我的时间 我用两课浓缩起来 进读 配合读者在看我那个自学六窑站那本书 很快很快马上就上手的了 明白的 因为我推出那个 我手窗的太极依谱方法呢 有很多很多改进的 所以你看到我的视频 你就明白了 OK 有兴趣参加的呢 朋友呢 我就特别为那个听不懂广东话的朋友呢 也开班 只要有几位 还有另外一点呢 就是那个课堂呢 不是那个大大大礼堂 那个什么不是 这个小班教学我只收十个人 先到先得恶满之子 所以呢 要是有普通话的朋友 听不懂广东话的朋友呢 有兴趣报名的时候呢 请告诉我 你是要普通话的 所以我就把那个资料收集起来 有三五名那个普通话的朋友呢 我也可以特别为他们开班的 不一定到十个人我才开班的 因为我刚才说了 我的目的就是说 去弘扬那个异补文化 也是响应那个女子先是 给我的千年难遇的机会 叫我去弘扬那个异补 所以我就有 有这个历史的使命感 不管是广东人 还是外地的 我有机会 我就要向他们推广弘扬 让他们也能够享受 那个异补的精妙 和那个能够 去疾病凶吧 所以呢 听不懂广东话的朋友 要是有兴趣参加的时候 请告诉我 你要讲普通话的 你加一句你要普通话的 所以我就把所有 有这方面要求的同学 集合起来 我就特别为他们 开一个用普通话讲的 六摇班 尽头班 对我来讲 不是钱的问题 是弘扬的问题 没有问题 没问题的 只要你跟我联系就行了 好了 这个是我的资料 我多放一次 大家可以慢慢看 这个是我手窗的 要是没有特别的地方 没有突破 没有革新的话呢 女主先生也不会说我 成一家之言 这个时候女主先生 是第一次服气的时候 她就说了 应成一家之见事也 OK 还有不断 勉力我 要均一粒粒震发 可认之远哉 所以呢 那那个也是 努力之灾 所以你首先是不断的勉励我 好了 我这个我就告诉你呢 我这个两个视频 相信大家也有听过 那个日本一新高度吞向先生吧 这个就是高度 高岛吞江先生 那个一位 他的启瓜法呢 叫什么什么指示法 什么什么 对我来讲是荒谬 所以我就写了 写了一篇文章 就批他批评 这个是荒谬 启瓜哪里需要这么痛苦的呢 所以呢 你看 那 我 吴算庄也行 那这个是两个台湾教授 一个是傅慧荣 一个是 网上他们的资料有的 就这样 这个是我们中国的启瓜法 那那个就是日本人的启瓜法 他们又要用什么 特别专用的竹子 来启瓜 我呢 左边呢 这就是我的 我在日本常买那个 机器的竹筷子 十块钱一包 也可以领准 有什么 有这个必要吗 要用 用他们的 专用竹子 起挂 OK 还有要用 用那个高岛先生的方法起挂 对我来讲是一片谬论 所以呢 一般人呢 就是从那个历史啊 什么表面去谈 去吹捧那个 这位高岛先生 但是呢 有深度的 从医朴文化角度 去探讨的 学识观 客观的 没有 所以呢 我就从我 我也是那个 义朴的爱好者 所以呢 我从我的 作业角度呢 从学术上 去批评他 好了 这个呢 炒股呢 为什么我就推出炒股 那个课程呢 这个股票 还有华彩 我有的 手上有的 10月4号 我9点49分 起挂 当天就 涨了7个percent 10月5号 星期三 我早上6点23分 我就起挂 当天就 涨了17个percent 还有 另外 一个就 又涨了 9个percent 所以呢 你看 要是你相信 那个占卜 相信用我的办法 三天呢 你今天 不止占回 我只是收 8000块 三个课程 三堂 精读的 专讲炒股票 不讲其他 集权啊 那个 指数啊 什么我不讲 只讲那个 炒股票 三课 就收 8000块 精读 融缩班 本来我就想 先推出这个 后来我想想 还是推出那个 这个我往后推一点 好 炒股班 我还是要开的 这个炒股班 我还是要开的 只是 那这个是 这个是那个 广告的内容 那 OK 那这是我出版的书 那我用我正经白银 炒股的书 与大家分享 那这个也是我推荐 六摇的那个是我的猫咪 跟阿龙大哥 那个呢就是我写的 所以呢有兴趣参加我课程的 朋友那个日门班的 先买这本书看看 我就不用花很多时间在那个基本的资料方面了 因为这本书也有基础的篇有很多基础的资料 这样子因为时间就是金钱嘛 我也希望读者呢有元的朋友能够一学很快很快 就能够学会掌握跟利用享受 所以呢 我这个设计那个课程设计就与一般的不一样的 所以你往前看我的其他的视频 大家就有印象了 要是不明白的话 有什么要咨询的话 你可以打电话给我联系 我没有问题 我再说一遍 为了那个听不懂广东话的朋友呢 只要你们说要用普通话的 只要有机会 不用十名 不用十个人 我也特别为你们开班 因为我也希望你们能够享受一谱六谣的乐趣 跟我说了很多遍 我主要是有一个历史的使命感 去弘扬那个六谣一谱的文化 谢谢大家欣赏 我宣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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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